星期六問集 我想你講了很多新的想法 這個幸福設計指引 未來會不會在全港的屋邨要長遠執行呢 如果執行的話 有沒有想過要額外付多少錢 長遠的負擔有多少呢 是的 這個指引大家聽到我講一個故事 為什麼找一個指引出來呢 都是想我們的公共屋邨 有一些做得很好 好的東西怎樣留下來 怎樣把那些好的東西 在每一個屋邨大家都一起 跟這些好的例子一起去提升 舊的屋邨翻身的時候怎樣去提升 所以這個指引我都跟同事講 是一個活的指引 這個指引不能夠說出生之後 就放在這裏 時代會進步的 幸福感是會進步的 大家記得五十年前的公屋 有個房間 有瓦遮頭 不會追求要自己獨立洗手間 都是共用的 煮飯的地方 都是在一個冷行搬個火水爐 都沒有一個所謂煮食空間 在自己的屋內 但是當時是很開心 很開心 但是當時的開心放在今天 就不夠好 坦白說 所以時代進步是應該的 我們應該不斷去求進 不斷去思考 所以這個幸福設計指引 是一個活的指引 應該是定時去更新 或者同時是見到有些好的設計 好的想法 應該是常常把這些好的想法都存起來 然後就一直去發展 那還要更新 那額外的支出有多少呢 有會預算到多少呢 更新的 就自己本身同事都可以做的了 就是這個工作第一輪 那當然我們要找顧問幫忙 但是這個手冊出了誓之後 就屬於房署的同事 那房署的同事就會照顧他了 點點滴滴的 或者有一些座椅 想到那個高度 怎樣可以再好些 那就再在手冊那裡做更新 其實很多部門都有的 很多部門的一些好的作業備考 都是部門自己不斷去更新 那我理解是不是 由恆常的支出裏面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做到 因為同事本身的工作 就是要去做好它的設計 即不需要太多額外的支出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其實很多政府部門都有一些作業備考 或者是他自己內部的一些所謂good practice 那這些good practice 就是部門自己同事一路去發展 其實同事很有心的 很想自己的工作越做越好 有空會 可以從很正常選擇 都無情報告 但是他們會不會這樣做 我們比較可以的